国感同盟军蜡虚战役 首战告捷 缅甸政府军291营被无人机团灭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一落瓦底新闻社2024年7月6日消息 国感同盟军挺进蜡虚 缅甸政府军部队失去善邦北部重要基地 具体一点 国感同盟军今天完全占领了蜡虚南邦镇 缅军291营军事基地 超过300名缅军士兵集体投降 有人问什么意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驻守在缅北蜡虚南边40公里处的南邦镇 缅军291营 被国感同盟军用无人机团灭了 这场战斗的大明星就是改装之后的小型民用无人机 如今国感同盟军的战士们不仅可以灵活运用 而且还能组成无人机封群作战编队 向缅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 搞得缅军士兵生活不能自理 本来就有开小差文化的缅甸政府军 基本上是一触即溃 不到一天就被国感同盟军 一个营整建制的团灭了 根据伊洛瓦底新闻社 本周六三兄弟联盟以及人民防卫军在控制了政府军在蜡虚重要前线军营总部之后 在该市北部的另外三个军事据点展开了战斗 根据当地居民军政府部队周五晚上放弃了蜡虚南部的291清步兵营总部 也就是说由国感同盟军德昂军和若开军组成的三兄弟联盟 已经将缅北重镇蜡虚形成了四面包围 根据消息自从6月15日缅北重燃战火之后 三兄弟联盟已经占领并控制了三十多个缅军据点 有人问怎么看 不是说好了三兄弟联盟在中国的调停之下 在昆明签署了停火协议吗 这里边我们就有必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首先缅甸是个什么地方 我曾经说过缅甸是亚洲版的钢果金 全国将近两百多个民族 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军队 战斗力属于村籍泄斗 缅甸政府军战斗水平极其低下 开小差带家属吃空响 是其军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如此 缅甸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到啥程度呢 中国一个合成旅从木节打到仰光 一个星期拿下 基本上属于武装游行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政府军对大量地区无法直接或者实际控制 直接导致了民族地方武装之间 以及他们与政府军之间犬牙交错 一件事不如意就开战属于家常便饭 跟他们签的所有协议 期望值不要太高 向缅北三兄弟联盟与军政府签的这个协议 能坚持六个月已经是奇迹了 第二个原因我们应该明白 缅甸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也就别指望各支武装部队能有什么契约精神了 军政府民族团结政府 民族地方武装在这个地方都一样 这里现代化的游戏规则不是没有 而是不通用 各部队之间的乡土文化 大哥文化非常普遍 而且非常浓厚 所以用一个现代化正常国家的协议 想长时间约束他们属于做梦 根本不可能实现 说实话 全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跟缅甸差不多 或多或少 乡土政治与人际关系 传统文化和宗教 绑架现代化政策的现象层出不穷 中国非常非常的幸运 中国之所以跟他们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们运气好 在正确的时间做了一些正确的事 让中国曾经束缚我们的传统思想与文化 无法绑架我们的现代化政策 因为这个才有了15亿生产力被解放 中国成为了大型工业国家和工业化强国 正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世界人民的发展与繁荣 有人问缅甸这个样子 中国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 给各地的军事武装立规矩 之前不是说过缅北模式吗 现在我们再说一遍 缅北模式它到底是什么 缅北模式在缅甸 意思是这样的 你们之间的事各民族地方武装之间的事我不干涉 我也不想干涉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必须满足 我在缅甸的利益 我在缅甸的投资 我的公民在缅甸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给我保障了 无论是军政府 民族团结政府 各地的民族地方武装 无论你的成分是什么 无论你谁赞助的 我不管 但是我的公民和我的利益 你必须保障 否则 我肯定会保证地底线长出足够的武器来 把你给灭掉 也就是说 无论是政府军 还是民族地方武装 保护中国投资 保护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是他们获得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中国是缅甸事务的仲裁者 仅此而已 而缅甸内部的那些事 根本就不想管 即使管 他也管不过来 比如这一次 有人想知道 国感同盟军因为什么 跟缅甸政府军再次翻脸呢 这个要根据国感新闻网6月29日消息 敏昂来武装部队主动挑起战火 对同盟军阵地发动进攻 造成两人壮烈牺牲 然后根据前线的报道 国感同盟军坚定决心前往蜡须战场 除了少量文职人员驻守老街以外 四个旅近一万多人对蜡须形成了铁桶一般的包围 目前在蜡须前线 有国感同盟军 德昂军 若开军 人民防卫军 缅甸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 总共两万多人包围了大约有四千缅军驻守的蜡须 很明显 他根本就不是因为一个小借口就开战了 而是另有深层的原因 如今我们要把这个关系给大家捋清楚 首先我们知道缅甸政府军在最近几个月 尤其是03-07行动中被美国资助的克钦独立军 打了一个屁滚尿流 一点机会都没有 好几个营城建制被团灭 这是基本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 等于说由克钦独立军 缅甸军政府三兄弟联盟 在缅北形成的战略平衡荡然无存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既然你军政府这么的拉跨 那么三兄弟联盟也就没有必要维护与中国的和平协议了 况且这个地区的平衡已经被打破 如果三兄弟联盟再不动手的话 那么他很有可能与克钦独立军在正面战场上交火 这种情况不是彭德仁将军愿意看到的 对于民族团结政府来说 假设三兄弟联盟可以控制木解到曼德勒的重要对中国贸易通道 并且肃清缅军在善邦北部的军事部署 他至少能达到两个重要的目的 首先一个作为民族团结政府与对抗的军政府来说 民族团结政府成功切断了军政府重要的贸易通道 进一步壮大了自己与军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助于民族团结政府下一步与军政府之间的斗争 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这一次民族团结政府等于利用与三兄弟联盟的关系 有效的平衡了美国赞助的K3C联盟的影响力 别忘了科钦独立军与国感同盟军虽然都与民族团结政府合作 但是他们两个关系并不好 科钦独立军属于K3C联盟成员 美国的代理人国感同盟军属于三兄弟联盟 谁的代理人我们不知道 对于民族团结政府来说 他不希望看到自己完全被美国控制 也不希望看到自己完全接受北方邻居的影响 所以对于民族团结政府来说 他也在寻找平衡 也就是说 现在他与三兄弟联盟合作 打开这一边的局面 等同于在缅北地区重新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 民族团结政府控制了整个缅北地区 但是由三兄弟联盟所控制的地区 与科钦独立军K3C美国代理人所控制的地区 形成了新的平衡 这就是缅甸北部的基本情况了 而且这一次我们也看到 他最大的输家又是闽昂来的军政府 我们不禁要问闽昂来你到底还行不行 这家伙从来不讲信誉 经常使用平衡和穿梭外交 只不过把自己穿梭到毛坑里 这一次在两个月之前 闽昂来又想跟俄罗斯建立关系 来对冲北方邻居的压力 如今呢 看来没有北方邻居 闽昂来是不行的 大家怎么看 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